那么山土耳台风来续汹汹 带来不小的雨势 已经造成台东多处的路数倒下 吐石掩盖路面阻碍道路的灾害状况 警方将持续加强巡逻 那么主动发现并排除各种可能的交通安全威胁 同时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任何交通安全上的问题 可以立即的拨打110来报案 警方将立即派员来处理一同守护民众的行车安全 山土耳台风行动归宿缓慢 虽然已经从墙台转为中台 但是带来的雨量不容小觑 已经造成台东重谷地区台九线台二十甲线 以及一九七线道多处的路数倒下 吐石掩盖路面阻碍交通道路的灾害状况 而远警获报后也立即赶往现场来管制 并通报公务断置现场来清理 迅速将路数泥石来清除恢复双向通行 另外在台十一线上台东县警察局成功分局 突然派出所所长张旭志以及警员林隆杰 在执行勤务巡逻时 发现一棵芭蕉树因为强风吹断 倒卧在慢车道上 严重地影响到用路人的安全 而所长立即通知所内 被请警员携带巨子来赶往现场来支援 及时地排除道路障碍 而这一次的豪大雨带来的灾害 展现出警方处理紧急状况的专业效率 让民众能在道路上安全的行驶 另外警方也提醒民众 行车时要特别注意车前的状况 而警方也将会持续地加强巡逻 主动发现并排除各种可能的交通安全威胁 若发现有土石摊放或者是路数倒塌等 影响用路安全的情形 请尽速通报相关单位或者是报警协助处理 记者有杨子轩台东综合报道